你有没有想过毕业后 你会在你的专业领域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从原始时代开始 我们的祖先就已经聚在一起 组成不同的社群 分享类似的兴趣 问题 做法 答案等等 这是因为他们一起合作 比自己艺人更能解决一些比较大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些社群逐渐建立了一些属于他们的做法 知识 以及习惯 并最终建立了属于他们的专业或行业 但有的知识是非常晦涩难懂的 不是写在书中或记下笔记就能理解的 有时候要亲身经历 才能找到并理解这些知识 而这种情况恰恰解释了 为何人们说毕业之后才是学习的开始 一开始的时候 你可能像个菜鸟一样 在一旁观察不同的专业有何不同特点及做法 之后 你会和不同的人交流互动 就是这种交流让你了解这个专业的文化 做法 知识和习惯 到你对这个专业有了全面的了解以后 你会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 你会逐渐积累经验成为这个专业的重要一员 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 学习不仅仅是将一些资料或知识硬生生地堆砌于脑海中 而是以这个专业中的不同职位的人和事建立或加强关系 现在有许多不同的组织都向你提供了不同的机会 让你得以与一些重要的专业人士直接沟通 相信这是十分有益于你的学习的 还有 切记你的大学会提供许多海内外的机会 让你能和这些重要人士联系 心动不如行动 有成千上万的机会在这里等着你呢